- 大家好,這裡是人造人喜劇萬事物- 第100集了,100集了- 三位失誤 我們一如往常的在錄音跟錄音之間不小心聊了很多八卦- 超多 - 不能給大家聽的喔,謝謝大家 - 所有來錄音的人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 都知道那個集與集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 刺激喔 - 好刺激喔 - 真壇哇幹 - 果然人與人相處會產生惡意 - 人類真的不是善類啊 - 大哥 - 好的,我們繼續來把剩下的人 - 繼續來抽卡 - 好的 - 瑞恩,她想說的是這個 - 瑞恩想對久安說 - 希望能分點這種持續更新的毅力給我 - 可以啊 - 愛心 - 那她想講的是 - 喔,你居然說可以嗎 - 可以啊,我覺得她很有毅力耶 - 她其實對於行銷經營是很有一套的 - 她其實對於行銷經營是很有一套的 - 所以她才會一直在更新IG跟自己的臉書頁面 - 那我覺得那就是更新了 - 像我是超級不想更新IG的人 - 喔 - 而且我覺得你們都對我來講都是前輩 - 然後都會都是一個對後輩很 - 客氣的人 - 友善嗎 - 就是會提點 - 提點這件事情是讓我覺得很棒的 - 喔喔喔喔喔 - 我就會很感謝 - 哇,就是有前輩會願意給意見這樣 - 耶 - 對,謝謝 - 好,沒事,好 - 再來接下來是 - 瑞恩想對久安問的問題是 - 討厭我這種不是文本為主的喜劇仔嗎 - 不會啊,不會啊 - 因為比方說我最喜歡是壯壯嘛 - 壯壯也不是文本為主 - 它是表演為主的 - 喔喔喔 - 那我也很喜歡歐野 - 歐野是用即興能力來演 - 嗯嗯 - 那只要他們的 - 呃,會的招數可以真的成功的讓觀眾大笑 -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棒 - 所以我不會覺得以文本為主 - 嗯,我不會覺得那個是太重要的東西 - 只要你的招數夠好 - 能讓觀眾笑,那就很棒 - 只要好笑,就是這種好笑就 - 對啊,而且甚至是我最近看了 - 那個脫口秀爭霸賽決賽 - 我覺得梅森跟妖怪一樣強 - 哈哈哈哈 - 梅森太棒了 - 哈哈哈哈 - 但是那天我就兩個十分 - 一個給Birdy,一個給梅森 - 哇,你們聽到了嗎 - 因為我自己看表演 - 狂看,我認為這是狂看的人 - 到現在 - 當然以文本為主是主流 - 所以我會覺得 - 居然出現了 - 以文本以外的招數來搞笑的人 - 我會覺得很感動 - 像去年我看了餐飲光榮 - 我覺得非常感動 - 她是,她用能量耶 - 哈哈哈哈 - 她跟平常講話就那樣喔 - 哈哈哈哈 - 她是用能量來讓大家笑的耶 - 她梅森是非常 - 不可思議的喜感跟表演跟模仿 - 這對我來說也是嶄新的招數 - 所以我覺得 - 看了很感動 - 就是不一定要以文本為主 - 只要你別的招數夠好的話 - 對我來說是很嶄新 - 會讓我覺得喜劇真是遼闊 - 大家不一定要質疑文本 - 也可以去練別招 - 嗯 - 對對對對 - 就是不受限 - 對不受限 - 藝術是沒有範圍的 - 喜劇非常自由 - 對對對 - 喜劇無涯 - 遼闊的海 - 真的真的 - 好我們下一抽 - 好我們下抽 - 小君 - 小君喔 - 出現在台灣各地的小君 - 哈哈哈 - 真的很厲害 - 小君 - 小君說 - 根本台灣喜劇人 - 哈哈 - 點藏資料庫 - 是的是的 - 喜劇人的點藏資料庫 - 應該是指本節目 - 喜劇人真的點藏資料庫 - 真的是資料庫耶 - 我的節目真的是百科全書一樣 - 對 - 繼續保持我的訪問不紅的人 - 我覺得這很珍貴 - 哈哈 - 因為我自己有想過一件事情 - 就是 - 訪問不紅的人真的是太好了 - 嗯 - 如果我只訪問紅的人 - 我大概只做二十集 - 我就訪問完了 - 哈哈哈哈 - 訪問不紅的人 - 我有算過 - 我可以做十四年 - 哈哈哈哈 - 十四年了 - 好久好久 - 七百集 - 哈哈哈哈 - 大家知道 - 做幾句 - 可以多不紅了吧 - 對 - 不紅很棒的啦 - 好 他的問題是 - OK - 嗯 - 可不可以找人訪問你 - 當然可以啊 - 歡迎 歡迎 - ING - 可以可以可以 - 是的 - 今天這一集大家就應該知道 - 訪問我其實很多東西可以講 - 沒錯 - 訪問九彎超好有趣 - 超有趣喔 - 真的 - 你可以聽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 對 - 什麼 - 機桶的 - 還有很多 - 哇 機桶這種東西 - 根本可以講很多 - 還有降頭數 - 什麼降頭數 - 什麼降頭數 - 也是那個男朋友嗎 - 對對對 - 因為他 - 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 好 - 就是他 - 因為是東南亞嘛 - 東南亞有些巫術啊 - 降頭 - 泰國那種降頭數 - 喔 - 下骨之類的東西 - 呃 - 他們在印尼 - 巴厘島那邊 - 就是有人 - 受到了降頭數了 - 喔 - 然後他們 - 把受到降頭數的人 - 拿去牧師 - 基督教牧師那裡 - 牧師說他不會解 - 喔 - 喔 - 這個是有分派系的 - 對對對有分派系 - 那就再把下 - 受到巫術 - 降頭數影響人 - 拿來找我男朋友 - 然後我男朋友說 - 喔可以 這我可以解 - 哈哈哈 - 他就節奏 - 然後我說幹 - 不同派系的 - 算數的感覺 - 你們很奇妙 - 你們這個巫術的世界 - 我覺得非常的奇妙 - 哈哈哈 - 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 - 如果有機會我還可以講那個佛牌 - 哈哈哈 - 好好好好 - 我們來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 再來穿 - 以後有人問的時候 - 我可以講一些巫術的事情 - 我覺得超神奇 - 哈哈哈 - 嘿嘿嘿 - 欸真的好有趣喔 - 嘿嘿嘿 - 來再來一個是怡辰 - 怡辰 - 怡辰 - 怡辰這裡她想問的是 - 這麼深入的Podcast節目 -Podcast吧 - 欸好好打字好不好 - 這麼深入的Podcast節目 - 只有你在做 - 還有毅力 - 有夠佩服 - 繼續下去 - 耶 - 感謝怡辰訪問的時候 - 還沒有現在那麼紅 - 不然我很難訪問 - 哈哈哈 - 哈哈哈哈 - 好 怡辰想問說 - 喜劇跟你的法律工作 - 一天掉到河裡 - 你會先救誰 - 欸我認為我會先救喜劇 - 但這是因為法律工作 - 我這一行呢 - 還蠻鐵飯碗的 - 所以我這個法律工作 - 不做的話 - 我還可以去別間事務所來做 - 真的真的真的 - 我這一行真的是 - 嗯 - 其實是專利工程師 - 專門寫專利的寫手 - 要養成一個專利寫手的話 - 以我的老闆說法是五年 - 哇 - 五年才能獨立 - 所以 - 養出來的人 - 你不要 - 別間搶著藥 - 所以基本上 - 法律這個工作不會掉到河裡 - 掉到河裡還會有人撿 - 哦 - 會有別人去救 - 你自己救喜劇這樣子 - 對對對 - 那個喜劇我真的覺得 - 掉的話 - 好像撈不回來 - 我們大家會幫你一起救 - 一起救 - 一起救 - 我們下一抽 - 下一抽 - 龍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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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題目 - 龍哥龍哥 - 好像前面一點點 - 龍哥想對久安說 - 打從心底愛自己 - 你最棒了 - 耶 - 謝謝龍哥 - 謝謝龍哥 - 好 - 龍哥要問的問題 - 哇塞 - 哇塞 - 很刺激喔 - 你最討厭的台灣喜劇演員 - 是誰 - 盼了一口氣 - 龍哥有種異語中地的感覺 - 哇 - 龍哥 - 龍哥很狠喔 - 龍哥你在我節目中間 - 講了八卦 - 我是一個都沒有講出去的 - 哈哈哈哈 - 問這種尖銳的東西 - 哈哈哈哈 - 我想想看 - 我想想看 - 哇 - 因為我自己也聽過蠻多的 - 喜劇演員做的不妥的事情 - 那我就不指名道姓好了 - 不指名道姓 - 我來講 - 我討厭的喜劇演員的行為 - 就是 - 不尊重別人 - 尤其是 - 不尊重工作人員跟場地規矩 - 因為 - 我自己常常當觀眾的話 - 我很自然的就會跟工作人員蠻要好的 - 就他們可能遇到了一些委屈或不高興的事情 - 會來跟我聊一聊抒發 - 那我就會聽到他們說 - 有一些演員會對他們 - 講話不客氣之類的 - 沒禮貌之類的 - 我又覺得差小 - 因為我自己以前工作有當PM - 他是專案經理啦 - 那PM這種東西就是 - 一個產品從零到有 - 中間的所有細節都要去處理 - 包括我要對廠商 - 我要對客戶 - 我要對同事 - 是 - 那比方說一個產品 - 他可能在工廠那邊 - 趕不過來囉 - 我就要坐車去工廠那裡 - 跟流水線的那些工廠的員工 - 一起在流水線 - 在那裡鎖螺絲釘 - 真的假的 - 真的 - 真的 - 我TM在流水線那裡 - 跟其他的大哥大姐 - 工人們一起鎖螺絲釘 - 一起在那裡放那些板子 - 很酷喔 - 把盒子包起來 - 然後跟橡膠膜在裝箱 - 不只有溝通而已 - 我要跳下去做 - 因為他們敢工敢不及的 - 我就要跳下去做 - 我要去協助很基層的工作人員 - 不然我們交期多一天 - 那個成本就是多算一天 - 工錢多算一天 - 然後我們的採購就會發瘋 - 採購發瘋 - 業務就會發瘋 - 業務發瘋就會早上PM - 業務發瘋 - 他們只要一個發瘋的話 - 就是PM的事情 - 所以我是 - 我是自己工作經驗 - 讓我知道 - 整個系統的任何一個環節 - 都是很重要的 - 尤其底層 - 他們可能會覺得 - 藍領沒什麼了不起 - 藍領超級不能得罪 - 不能得罪 - 我是完全不敢對他們大小聲的 - 他們超客氣 - 我們在他們地盤 - 我們在他們地盤 - 他們就是做得不爽 - 他們去反映給公投 - 他們的公投 - 可能也許就會覺得 - 幹我家工錢好了 - 工錢一加 - 採購就發瘋 - 業務就發瘋 - 經理就發瘋 - 那就會輪到我要發瘋 - 哇 - 所以我是覺得 - 如果對自己工作 - 格局大一點的話 - 就會知道 - 要尊重底層 - 是很重要的事情 - 嗯 - 而且大家想一下 - 呃 - 比方說看達康嘛 - 歐爺啊 - 壯壯 - 這個是算頂嘛 - 喜劇員算頂的大前輩 - 是 - 他們對於低層的工作人員 - 也是非常的有禮貌啊 - 很堅強 - 還是真的 - 因為這次六嘛 - 跟壯壯合作 - 嗯 - 我是真的感受到壯壯 - 是很貼心的 - 很貼心 - 很貼心 - 然後他會說 - 欸凱婷做很多事情了 - 不要再叫他做 - 然後我會覺得 - 鬼不行 - 我就是要做這個工作的人 - 讓我做沒關係這樣 - 嗯 - 而且這個讓我想到 - 以前跟壯壯一起去 - 高雄演布基業的時候 - 就可能我們會佈置場地 - 椅子什麼的擺好之後 - 最後演完了要收椅子 - 壯壯會跳下去收椅子 - 嗯 - 他會幫工作人員一起收椅子 - 那我看了我覺得 - 乾 - 那個前輩都跳下去收了 - 我也要下去收 - 嗯 - 他是不會覺得說 - 欸我是老大我大牌 - 我就坐那裡 - 看別人做事 - 他不是這種人 - 他對工作人員很尊敬 - 所以我會覺得 - 呃 - 因為耳聞 - 耳聞 - 演員會對工作人員不禮貌 - 我認為不妥不妥 - 好 希望 - 我不指名道姓啦 - 但是希望大家還是對 - 基層人員有禮貌 - 守規矩 - 嘿嘿嘿 - 除了這個還有嗎 - 還有嗎 - 我想想看喔 - 你想先 - 你想聽什麼方面嗎 - 哦 - 不尊重 - 比如說 - 合作夥伴之類的 - 哦 - 不尊重合作夥伴喔 - 嗯 - 我自己是很少遇到工作時候 - 表演時候不尊重合作夥伴 - 所以我沒有遇過 - 但不代表別人沒有遇過 - 但是如果別人有遇到的話 - 嗯 - 嗯 - 我這裡推薦一個做法 - 就是布萊德比特的做法 - 哦 - 哦 - 我在新聞上面看到的 - 就布萊德比特 - 她是一個很敬業的演員 - 是 非常敬業 - 然後有禮貌 - 對所有人基層啊 - 或者是上層 - 或是平輩的演員 - 都很有禮貌 - 嗯 - 但是她有一個小小筆記本 - 它裡面會記下來 - 她覺得工作態度差 - 或是工作時候不尊重別人的人 - 哦 - 不管是演員或是工作人員 - 之類的都可以 - 她會記下來 - 然後拿給她的經紀人說 - 下一檔如果有這些人的話 - 我不演 - 哇 - 我覺得她這樣做是對的 - 好猛哦 - 所以那些 - 那些人 - 她的經紀人員知道這種事情 - 所以以後 - 在接新的案子的時候 - 她的經紀人員會先去跟製片啊 - 還是製作人什麼溝通說 - 哦 這些人 - 布萊德比特是認為 - 工作上不敬業 - 不尊重別人的人 - 所以布萊德比特會希望排除掉 - 哇 - 嗯 - 所以就是等到自己實力夠大的時候 - 就有能力做這件事情了 - 欸 其實我覺得平時就可以 - 欸 其實我覺得平時就可以 - 嘿嘿嘿嘿 - 喔 了解了解 - 對對對對 - 嘿嘿嘿嘿 - 推薦哪 - 布萊德比特都這麼做了 - 是是是 - 所以小心就是 - 哇 - 工作的時候 - 工作的時候 - 盡量敬業 - 盡量敬業 - 敬業敬業 - 與人為善 - 與人為善 - 對 - 不要為難別人哪 - 是是是 - 好 來下一個開抽 - 大義 - 大義啊 - 對 好主義的大義 - 陳大義 - 她想對我們說的話是 - 一起再努力 - 金炭號 - 金炭號 - 好 大義想要問久安說 - 做喜劇的初衷是什麼呢 - 哇 - 我那時候做的初衷 - 真的 - 一開始做初衷是因為 - 我上了碩修的脫口秀班 - 花了六千多的學費 - 然後那時候畢業之後覺得 - 如果我不做的話 - 我是不是把這六千塊丟到水裡 - 好實際 - 太實際了 - 為什麼我覺得 - 我好像做得來 - 我又不想浪費那個錢 - 我就繼續做做看 - 然後到現在的話 - 那個心態變了 - 現在就變得說 - 我想變成一個更厲害的人 - 更進步 - 技能上更進步的人 - 然後做喜劇又讓我得到很多回饋 -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正的循環 - 所以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 那最早的出眾 - 最早的出眾 - 只是為了不要浪費錢 - 很實際的嘛 - 很實際的嘛 - 是嗎 - 對啊 - 喔 意味的有趣欸 - 嘿嘿嘿 - 六千塊也是錢 - 嘿嘿 - 好 我們下一抽是馬克吐司 - 馬克吐司 - 好 對 我想說的話是 - 加油 努力不懈 - 持續釋出 - 好 持續釋出 - 持續釋出 - 耶 - 好 馬克的問題非常棒 - OK - 關... - 很棒的就很棒 - 馬馬馬馬來 - 要認真問齁 - 關於離婚協議中限制內容的效力有多久呢 - 好的 - 我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充滿了知識性 - 雖然我是專門做制裁法的 - 可是我唯有了這些問題 - 特別去了解一下離婚協議 - 好認真 - 好認真 - 就是一般人 - 一般人寫離婚協議的時候 - 如果你沒有特地定了期限的話 - 那期限就是無限 - 那如果你真的要一個期限的話 - 你就寫上去 - 比方說有些人離婚協議可能是 - 離婚之後呢 - 也許男方要固定給小孩子 - 每個月多少錢當作養育的費用 - 直到小孩子成年 - 這樣子有個明確的期限 - 那你到那個期限就可以結束了 - 但是如果沒有定明確期限的話 - 那就是無限 - 所以離婚協議書可以定了嗎 - 假設我們只離婚五年 - 五年後 - 只離婚禮五年 - 五年後結了嗎 - 五年後再繼續結婚這樣子嗎 - 五年後繼續結婚 - 五年後繼續結婚 - 有這種嗎 - 好荒謬沒有吧 - 怎麼可能 - 我超級嗎 - 沒有這種 - 沒有這種 - 沒有這種東西 - 對 - 所以沒有期限的話就是 - 繼續的延長下去 - 但是我覺得詳細一點的話 - 可能要看前後文 - 對 - 大概是這個樣子 - 關鍵我剛剛問了一個主問 - 哈哈哈哈 - 就法律上就是 - 每一顆字都要寫清楚 - 啊 - 對 - 法律就是這個樣子 - 好的 - 很嚴謹的 - 很嚴謹很嚴謹喔 - 喔來下一抽 - 下一抽 - 酸酸 - 她的話 - 這一刻 - 一直在進步很棒 - 其實現在能留在原地 - 都很棒了 - 嗯 - 嗯 - 深深有三題想要問久安 - 好 - 第一題 - 想問你 - 開始接觸商業演出之後 - 有沒有什麼心得 - 嗯 - 原本對喜劇的看法有轉變嗎 - 嗯 - 我的心得 - 就是好像前面 - 有稍微提過一下就是 - 嗯 - 五斗米遮腰 - 就是我更確認自己是一個 - 真的接了商演之後 - 我是一個會對客戶負責的人 - 我願意遮腰 - 現在很確定自己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 那只是心得就是 - 確認自己商演的時候 - 我為了錢我可以負責 - 嗯 - 以前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這樣子 - 現在做過一次之後覺得 - 是啊是啊是應該這樣子 - 工作的時候就是做到底 - 是是是 - 然後但也更確定說 - 如果是做開心的 - 不需要為五斗米遮腰的時候 - 真是太幸福了 - 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 想寫什麼髒的都盡量去寫 - 那個時候是最自由最快的 - 就是酒安醉放飛自我的時候 - 對對對放飛真棒 - 然後原本對喜劇的想法 - 有轉變嗎 - 嗯 - 我不確定他所說的原本對喜劇的想法 - 是那個初衷 - 轉變了吧 - 初衷 - 初衷6000塊 - 他的初衷就是為了錢 - 不要省錢 - 省錢 - 原本對喜劇的想法 - 還是做快樂的 - 我認為啦 - 我現在對於喜劇 - 還是覺得做快樂做高興 - 而且讓自己變強 - 我覺得這還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 然後當然有商演很好 - 但是我的比例 - 趴數不會多 - 不會多到哪 - 所以初衷是小幅小幅的改變 - 嗯哼 - 但最大的核心還是在快樂 - 快樂跟變厲害 - 快樂跟繼續精進這樣子 - 對對對 - 好 - 那第二題 - 嗯 - 他說好像在面試 - 所以我要用面試管問 - 好來面試 - 這位同學 - 是 - 這位面試者 - 是 您好 - 有想過自己一年後或五年後 - 會是什麼樣子嗎 - 沒有 - 好的下一題 - 沒有沒有 - 我解釋一下 - 因為我連一個禮拜後 - 我會吃什麼飯 - 我都不知道 - 欸這個問題很難欸 - 這我連等一下下一餐 - 要吃什麼都不知道 - 對啊對啊 - 我待會晚餐要吃什麼 - 我都不曉得 - 那其實會 - 算算這個問題提出來的時候 - 我才想一下 - 嗯 - 我真的不知道 - 因為比方說2023年 - 年初的時候我的目標就是 - 我今年要變厲害 - 就是一個很籠統的 - 那時候我完全沒想到 - 一年後 - 我會在火烤大賽拿亞軍 - 哇 - 掌聲 - 然後打贏OK跟黃豪平 - 幹從來沒有想到這種事情 - 哇賽 - 然後還有 - 再去這些狗屍歇的時候 - 當編劇 - 也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 還有演了Give Me Five - 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 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 所以真的喜劇現在是一個 - 很蓬勃發展 - 很往上發展的東西 - 所以我是不知道 - 下一年會發生什麼 - 也可能什麼都沒發生 - 但是也許也會有 - 超多的機會來讓我演 - 所以無法想像 - 嗯 - 同意 - 同意 - 五年後 - 欸 不知道 - 也許很多店倒了 - 也是有可能 - 欸 有可能 - 那軍庭就不在了 -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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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 然後學習的話 - 我覺得我還蠻堅定的 - 就是每天至少要看20分鐘的書 - 喔 - 嗯 - 那這個很有效喔 - 我就 - 比方說吃飯時間 - 零星的時間 - 通勤 - 就稍微拿電子書看一下 - 然後睡前的話 - 也會 - 比較認真在看 - 然後看到想睡了 - 就去睡覺 - 那今年我看了 - 應該有52本書 - 喔 好多喔 - 嗯 - 我覺得這是很有效的東西 - 因為 - 要寫作 - 一定要有輸入 - 你要有輸入 - 那看書是非常好的輸入 - 嗯 - 是很好的一個學習方式 - 那你都看哪一類啊 - 啊 - 這個可以講一下 - 我看的書是Remo - 呃 電子書 - 電子書 - 讀莫 - 那讀莫這間公司 - 它有個很棒活動 - 就是它每個月有 - 呃 不同的 - 類別的書的馬拉松 - 比方說它可能有 - 台灣文學馬拉松 - 愛情小說馬拉松 - 奇幻小說馬拉松 - 或是商業書籍馬拉松 - 科普的這種 - 所以每一場我幾乎都參加 - 哇 -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 - 不同的種類的書 - 喔 很棒欸 - 除了浪漫小說 - 那個我不看的 - 哈哈哈哈 - 因為我覺得那 - 講的東西都一樣 - 哈哈哈哈 - 除了浪漫小說之外 - 其實你基本上你都 - 多接觸 - 對對對對 - 我用那種馬拉松 - 來讓自己廣泛接觸 - 不同類型的書 - 欸很棒欸 - 嗯嗯嗯 - 喔 - 對 - 所以就是學習 - 對我來的時候就看書 - 嘿嘿 - 就這樣子 - 好的 - 好的 - 我們下一抽 - 下一抽 - 真的很有轉蛋的感覺 - 對啊 - 不知道是誰欸 - 對 - 小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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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到了這個 - 小歐想問 - 哈哈哈哈 - 小歐想跟 - 想跟九安說 - 可以再邀請GINO上節目嗎 - 哈哈哈哈 - 他講這個東西其實 - 還蠻好笑的 - 我先回答一下這一段好了 - 就是我的節目通常 - 有兩種形式嘛 - 一種是專心的訪問 - 一個人有上級跟下級 - 然後第二種是 - 他要二刷的時候 - 通常就是他有宣傳需求 - 比方說他有個專長要宣傳了 - 我就會 - 他就問我能不能宣傳 - 我說可以 - 那我們來錄一集 - 來討論你最近做的事情 - 跟你要宣傳的專長 - 嗯 -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做出了什麼大事 - 讓我覺得值得再邀請你來做一些東西 - 來聊一下的話 - 那是可以的 - 所以GINO演專長嗎 - 哈哈哈哈 - 或者是GINO可能做出了一些 - 大事 - 大事 - 嗯嗯 - 從宋少卿那裡學到一些大招 - 哈哈哈哈 - 我不敢講 - 海藤文創那裡做出了一些大事業 - 之類的東西 - 讓我覺得好像可以來聊一聊 - 做了哪些大事業 - 或是專長喔 - 哈哈哈哈 - 但GINO專長這個東西我講出來都覺得荒唐 - 哈哈哈哈 - 做大事 - 而且是正面的正面大事 - 我其實不喜歡聊負面八卦 - 哈哈哈哈 - GINO正面的大事就可以再來 - 再來節目講一些東西 - 他對你說的話其實是問題欸 - 對對對 - 怎麼可以這樣偷懶嗎 - 對於節目講的話會很好 - 好好好好 - 好來 - 小歐的問題 - 我想要問的是第一題 - 嗯 - 今年看過的專長前三名 - 好 - 那我的第一名的話是 - 壯壯的個人專長 - 啊 - 我覺得好好看 - 好好好看 - 真的真的很棒 - 真的真的是 - 集演技表演的大成 - 然後又暖熟 - 又讓人覺得 - 幹 - 那個後運之強 - 很強 - 很強 - 很強 - 對對對對 - 他沒有刻意在搞 - 他就是把他的故事寫成 - 人生遇到的故事 - 跟媽媽的故事 - 很幽默 - 對 - 然後即使他這幾年過得 - 真的是不順遂啦 - 對 - 然後他又演出來 - 又加上對於家人的感情 - 我覺得 - 後面是會賺人樂淚的 - 然後又覺得好好笑 - 對 - 大暖熟大暖熟 - 很棒 - 很棒 - 嗯 - 這是會讓你笑 - 但是你的內心是很溫暖的 - 對對對對 - 你不會覺得不真誠 - 沒有錯沒有錯 - 那真的很棒 - 那超好看 -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 - 大雕跟六塊的 - 漂泊十年路 - 喔 漂泊 - 對 我二刷喔 - 十年路 - 我跑去新竹看一次 - 然後在台北場我又看一次 - 我覺得 - 真好看 - 真好看 - 真好看 - 對 - 就是很狂 - 然後又覺得 - 突破嗎 - 因為大雕是一個 - 他是天才 - 嗯 - 但是他又很懶散 - 然後可以看到他 - 為了這個專長 - 他認真起來 - 然後看到 - 認真起來的大雕 - 那麼強 - 然後六塊那麼狂野 - 我真的覺得太好看 - 然後製作是OK - 他也會想出一些 - 有的沒的招數 - 來讓他更好看 - 欸 好棒的組合 - 我覺得那一場 - 真的是很棒的組合 - 嗯 - 目前的人跟幕後的人 - 都是很棒 - 那你會希望他們 - 再加演嗎 - 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會 - 哈哈哈 - 藝術家個性的人 - 比較難吹得動 - 嘿嘿嘿 - 可是那場太好看了 - 嗯 - 然後專場第三名的話 - 我覺得是歐爺 - 有一系列的專場 - 大概是3月20幾號的 - 那一場專場 - 好像是教人怎麼樣子笑 - 如何開心笑 - 那一場專場我覺得 - 開玩笑什麼司機 - 老司機開心玩笑 - 對 老司機開玩笑 - 然後其中的一個系列 - 好像是如何開心笑 - 教人笑 - 教人幽默的 - 那一次的主題 - LPM太高了 - 超高 - LPM要不要跟觀眾解釋一下 - 就是每分鐘的笑點數 - 每分鐘的笑點數 - 那一場 - 因為他每一年的專場 - 有五個主題 - 那一個主題是我覺得 - 做得最好的 - 然後 - 因為歐爺專場 - 本身就很豐富 - 然後那一場的主題 - 我覺得各個環節 - 安排的恰到好處 - 沒有落下來的環節 - 沒有掉下來的環節 - 全部都接得很好 - 然後最後的段子 - 是在講他遇到一個 - 教別人笑 - 教幽默的老師 - 然後那一段我覺得超級好笑 - 超棒 - 推薦 - 希望歐爺可以再加演 - 嘿嘿嘿 - 或者是 - 可能我 - 會上影片嗎 - 應該會吧 - 應該會吧 - 但是除了這三個以外 - 我還想多講兩個 - 我覺得我沒有列到前三名 - 但我覺得超好看就是 - 李安跟仁杰的專場 - 就是有回應到我上集講的 - 他們 - 看了他們專場之後 - 我覺得 - 講自己人生故事 - 真的是好重要的事情 - 好棒 - 非常的美 - 對對對對 - 所以這是今年我看過好的專場 - 哇 - 好 - 好的 - 陳尚提 - 嗯 - 捷克的專場可以排到你個人 - 今年的第前幾 - 我覺得很害怕 - 因為我沒有看捷克專場 - 哈哈哈哈 - 因為我沒有看捷克專場 - OK好 - 對不起 - 對不起 - 對不起 - 那我問愛笑一下呢 - 他算拼盤他不算專場 - 對他算拼盤啊 - 他算拼盤 - 那這場秀 - 超好看 - 超好看喔 - 真的很好看 - 愛笑一下是大概 - 今年二月的時候辦的 - 慢彩的拼盤 - 但是也有加洛宇 - 日式的 - 日式的高效 - 那超級好看 - 嗯 - 明年還會再 - 明年還會再偷偷宣傳 - 明年還會再偷偷宣傳 - 對對對對 - 快要了 - 但是我想辯解一下 - 你辯解辯解 - 請說請說 - 我知道捷克很厲害 - 但是我對於 - 對不起 - 我沒有看 - 因為我喜歡的口味 - 現在來 - 偷偷旁邊 - 那個揣摩 - 也就是用 - 嘴巴講一下 - 久安的臉 - 她整個臉 - 皺皺的 - 很像 - 很像沼子 - 或是捕頭乾 - 那種感覺 - 就自從去年 - 我看了那一個 - 我不敢講名詞的 - 東西之後 - 我發現我要遵從 - 自己的口味 - 就是我其實 - 就是很喜歡看 - underground - 然後狂野 - 然後情緒很 - 深厚的人的表演 - 嗯 - 但是捷克是偏社會觀察類 - 然後他的情緒其實是沒有那麼深的 - 對我來說是這樣子啦 - 所以我會覺得 - 沒有那麼的合我的胃口 - 但這不表示捷克不強 - 我覺得捷克的文本是流暢的 - 他的觀察是行雲流水 - 只是沒有讓我覺得瘋子 - 不是久安的菜啦 - 對對對對 - 是這樣子至上 - 對對對對 - 但還是他還是有他的客群 - 對對對對 - 而且我覺得捷克客群非常的大 - 嗯嗯 - OK 好 - 那我們第三題 - 好 - 尋孝堂如果只能留五個人 - 你會選誰 - 我覺得小偶好會問 - 哈哈 - 他問的不 - 其實乍看之下不尖銳 - 但其實 - 其實超兇的耶 - 超兇的耶 - 恰到好處耶 - 你真的很可怕 - 真的很可怕 - 我那時候看到這題 - 我覺得小偶好會問 - 哈哈 - 我自己覺得啦 - 留五個人的話 - 會是需要團體 - 來讓自己有表演的人 - 需要團體的人 - 對 - 就是尋孝堂的功能就是 - 用團體的名義 - 來撐出一檔秀 - 就可以保障這個裡面的成員 - 有表演 - 嗯嗯嗯 - 但是其實尋孝堂有一些人 - 已經不需要團體就可以有表演了 - 喔 - 了解 - 所以還需要有團體來有表演的人的話 - 我會覺得 - 先留著棒 - 喔 - 很巧妙的回答耶 - 是是是 - 很厲害很厲害 - 我是認為是這個樣子的 - 有回答到你嗎?小偶 - 耶 - 小偶棒喔 - 漂亮喔 - 漂亮喔 - 內褲男孩 - 哈哈哈哈 - 耶 - 好 - 我們來下一抽啦 - 好 - 嘿嘿 - 來講五十 - 有過 - 乾有夠煩的啦 - 有夠多 - 先來講 - 她寫了50題 - 先來講他們想對 Doean - 或節目講的話 好 感谢久安 常常上 常常线上读书会让大家可以持续创作 还有低潮时久安也会鼓励大家 久安每年都一直在突破自己 期待接下来久安的进化 Mega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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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然后因为他写了50题 不可能全部回答的 对 而且我现在 看下去就是秘密麻麻的字 你可能先我们 你怎么想回答 挑个三到五题好了 哦好好好 好 你可以进入一部电视电影或戏剧作品 但无法改变剧情 你会进入哪一部作品 我直觉的觉得是回到未来 哦回到未来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认为心目中最好看的电影三部曲 它是非常久1980年还1990年那个时候的电影 然后我觉得超好看 里面的剧情就是让我觉得当年的冒险感 很王道的冒险感非常棒 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如果经历过会让人觉得又刺激又快乐 然后最后的经历过的旅程是幸福的 哇 不用改变任何东西 我经历过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幸福 哦好棒哦 嗯 又帅这样子 又帅 帅 帅 因为我最近我去酒展南港的酒展 我去之前我先问康普脸说酒展有什么推荐的酒吗 他就拿了介绍一瓶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喝 是叫做咖啡高粱 哦 大家可以先去Google 叫做 可能是一个叫做岛屿的酒铺 岛是岛屿 那个绿岛的岛 羽毛的羽 在这个酒铺里面可以看到咖啡高粱 超好喝 就实际喝了之后觉得 干这太强了吧 嗯 一瓶八百五 非常值得一买 非常值得一买 哈哈 然后 那我喝醉做过最夸张的事情是什么 呃 我喝醉只有三个反应哦 就是 睡觉 哭 还有吐 哈哈 我觉得都是很寻常的反应 睡觉 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那你哭的时候 是为什么哭 你有讲 你有什么原因吗 哦就我男朋友死掉了 哦什么 我不小心问到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 我以前就印尼人那个男朋友 他就 在疫情的时候 呃 心肌梗塞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COVID-19的关系 还是他心脏病的关系 还是怎样 他就心肌梗塞 顺杀 就一下子就死了 那我写了一个段子纪念他 然后 那一次 的那个段子 我用在寻校堂的表演里面 然后寻校堂那个 最后演完之后 就留下来 就是 跟一些观众啊 喝酒 然后喝喝喝 喝到后来 我忽然间就 那个段子 残留的情绪 释放出来了 哇 我哭了一个小时 你哭了一个小时 对对对 哇 但你是有意识的 我有意识 然后那个时候我把 内心的懊恼事情 讲出来 嗯 就我觉得 哇 我现在想还是懊恼 我为什么没有跟他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呢 嗯 没事没事 嗯 嗯 嗯 想说就说没关系 对对对 就说吧 嗯 嗯 虽然 没事不用憋住 不用憋住 嗯 嘿嘿嘿 好 呼吸一下 呼吸 呼吸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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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没事没事 因为可能大家大部分是没有经过生理识别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生理了 就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出国 一年都没看到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懊恼说 虽然说生理 可是我一直没有跟他讲说 没事你就说出来 嗯 好 嗯 我只在呼吸 哈哈 应该要跟他说 他人非常好 非常温和 非常温暖 这些话 就算我们后来离开了 我还是应该要把这些传达给他知道 嗯 可是 他死掉我就没有办法讲 嗯 嗯 然后那一次喝酒的时候 这些存在心理的情绪爆发 嗯 嗯 不过他死的那一两个月 我都在懊恼这件事情 嗯 只是喝酒会让我 把这些情绪就再亮出来一次 就算现在也是啊 现在开庭看到我在哭 对对对对对对 好 没事没事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主要是个非常真性情 对对对对对 擦眼泪 没事没事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题好笑的好了 好 好 我来我来讲一个好笑的 那跟申礼斯别有关的好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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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妈死了之后啊 就是我妈是 她想要花葬 在台湾没有花葬 后来我们就选了树葬 就比较相近的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骨灰进磨成 就是已经变成骨灰了 然后我在倒的时候 就是实在破了一个洞 所以我在倒土里面的同时 我就是内心在想说 哇 因为我跟我妈的感情其实不好 很糟 对对对是非常糟 但是虽然 但她在安宁的过程是我在照顾的 所以那个过程很挣扎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但是她又是个很脆弱很软的状态在我面前 不像以前那样凶悍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我是很复杂 然后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那个就是就像骨灰就是白白的 很像雪 但她又会像盐巴一样 晶莹剔透亮亮 会有点闪亮亮的感觉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骨灰 反正就是亮亮的 然后我觉得哇 人死后其实就是这样 很白很漂亮 就是会回到很纯净的感觉这样 的同时 后面有长辈说 掉出来掉出来掉出来 然后我就说 什么掉出来 然后我就往回 后就往回一看 旁 convey 地上一大摊 不会 为什么opard's破了 然后大家说 然后那个 我忘记那个叫什么石 不是碱骨石 就是他帮忙把那个土挖开来 然后倒在一个洞里面 他说我帮你帮你 他就用手抓 我们俩就用手抓着 我妈的骨灰 拨进那个洞里面 然后我看到 那个骨灰最后那个洞啊 就是掺杂的泥土啊树枝啊 枯木啊枯木 然后我说 这也是人生吧 就是人生不见得这么干净 就是人生吧 人生嘛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就有长辈在后面说 那刚才不是啊 我说可以啦都 反正都闪闪的看不出来 然后我今年去扫墓的时候 我跟我外婆 我们两个都呛呛的 就说怎么办 我忘记葬在哪里 我们只记得在哪一区 不记得在哪一棵树 我说好像在这里差不多 我说我还记得在这里差不多这样 我说那不然我放中间 他说哦好啊 然后我们就放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然后我奶奶讲话很恐怖 我奶奶她是外婆 我叫奶奶 她就沿路 因为清明节你知道吗 都会有很多人放花 对 她就沿路说 啊这花好丑 这花快哭掉了 好可怕 我说你不要再讲话啦 你在讲什么东西哦奶奶奶 你才被 你才被人家家属打 不要再讲话了 你好恐怖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生理死别 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是有趣的事情 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没错 就对啊 好 对啊 我妈告别 算了算了 有机会再讲 有够多 太多问题了吧 太多问题了 太多问题了 我们再挑一题好了 好 再挑一题吗 好 喜剧圈你觉得谁是九分努力一分天才 或是一分努力十分天才的演员 哦 好 九分努力一分天才 我自己觉得 以我的听说来讲 我觉得是 微笑丹尼 因为我听说啦 她在刚进喜剧圈 古早时期刚进喜剧圈的前两年 超难笑 据她所说超难笑 然后我自己也有认识一些老观众 她也说 微笑丹尼前两年真的是超难笑 可是她撑两年难笑 忽然间就通了 就开窍 就忽然间爆炸好笑了 但是我觉得 放到现在 所有人可以撑两年难笑 那你真的是九分努力 哦 真的是 真的是极高的努力 那包括丹尼现在还是 她已经非常好笑了 她还是很勤劳的 在各个场地狂练哦 二三狂练 咖咪丽狂练 三咖啡狂练 她那个努力绝对是满的 那天才这种东西 我其实是看不懂的 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几分天才 但是丹尼的九分努力 绝对是有 然后 再来一分努力 十分天才哦 我不晓得耶 因为大家都好努力啊 没有这种人 我觉得没有这种人 所有人都在努力 然后十分天才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现在好笑的人 他们都是经历过了 很长期的累积跟底蕴 现在才会好笑 嗯 所以没有一分努力 十分天才这种事情 嗯 我想要问一个 最开心的表演是哪一场 你有没有演过一场 哪一场表演是让你最开心的 哦 我自己的话 通常就是那一场的好笑程度 超乎我预期 然后让我高兴到睡不着 就是在表演时候 获得的东西 让我高兴到睡不着 我其实是有三场 一个是第一次讲Open Mind 因为从来不知道 第一次表演我就乍场 回家当时睡不着觉 哇太幸福了吧 嗯 然后再来是寻孝堂的 第一场表演的第一天 呃 观众是过嗨场 然后那个得到的笑让跟回应 我回家来觉得 所以非常的幸福 嗯 然后再来是今年的 那个火烤大赛的决赛 哦 哦 因为就是我在场上 做出一些突破 就终于我会即兴的 哈哈哈哈 突破 然后又非常 大家是那个强度超高 其实那一场强度 呃 表演强度跟竞争强度 非常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做到 呃 让那个表演也很好看 我觉得自己 在那场上 让我相信自己 诶 我好像真的蛮厉害的 而且我也做到一些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 真的即兴的临场反击 发现自己有成长 然后 又很好看 就是演的人跟观众都很快乐 我觉得 这是最快乐的几场 哇 嗯 听起来 光光看你这样子讲 嗯 虽然说你没什么表情 嗯 但是感觉就出来 你是愉悦的 愉悦愉悦 很幸福的那一场 真的是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回家开心睡不着 就到了早上十点 我还睡不着了 太嗨了吧 对太嗨 偷嗨 偷嗨了观众的笑声 多八分狂流 在脑中狂流 好来 诶 我想要一个 我想要多问一个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猫 请模仿 你最喜欢的动物叫声 我想 因为猫有叫声很多种 因为有一些猫是这样叫的 它不是叫喵 它会讲 结束了吗 对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想听很无聊的喵 喵 这样没有啊 猫不是这样叫啊 它就 哦 一下 没了 对对对 我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 不好意思哦 嘿嘿你念了这么多 好我问这个 这个我满想知道的 好 二十六题 嘿 喜剧演员难免会遇到 创作的低潮 你会给些什么建议 哦 那个 有一个做法 我是以前尝试过的 我还蛮推荐的 就是反过来做 就是自己以前可能有一些 固定的创作模式 然后 你要照着完全相反的模式去做 比方说我以前会 遇到低潮的时候 我就去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创作 嗯 你会得到新的刺激 就是 你以前是习惯在舒适圈A 里面的模式运作 那你完全反过来做的时候 你必然会让自己处于舒适圈B 我应该说 反的舒适圈 一定是让自己处于在一种 相反的圈子里头 那里面遇到的环境都会 不一样 跟你习惯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 那一个相反的运作模式 会让你 长出新的刺激 哦 会有新的枝牙跑出来 对 新的枝牙 新的枝牙 像以前我是 在OpenMai的时候是狂练 而且会逼自己练到每一颗字都准 然后上台前我还要暖身 这是我前五十场 OpenMai都在干的事情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 卡住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试着 都不干 哦 我不背 我就凭印象去讲 然后现在的话 我想再尝试的一种东西就是 我上台前想一两个点 让自己进入聊天的状态 那我是不是可以更 让自己在一个习惯的舒适圈以外 尝试新的上台方式 嗯 我会这样 反过来做 这题 我调的真好 嗯 耶 谢谢 谢谢黑黑 谢谢黑黑 我想再多问一句 好 请讲一个你遇过最恐怖的鬼故事 鬼故事哦 好耶 我想想看哦 因为我实际遇过的鬼故事都是跟我那个印尼男朋友有关系的 然后因为他鸡同嘛 他基本上是一个有阴阳眼的人 嗯 然后这个是我有实际的改编成段子 嗯 我们有一次去新加坡旅游 然后我就用Agoda租一个很便宜的旅馆在 我是那时候只觉得它很便宜 然后它在捷运附近 我就去租了 嗯 然后我们就租那个旅馆 感觉它像是一个香港那种港片风格 90年代风格 比较旧的旅馆 嗯 怀旧怀旧 怀旧怀旧旅馆 然后里面的设备也不新 啊 电梯小小的 就是旧就是旧 然后进入房间就是有一种 嗯 就是旧的氛围 然后东西就是比较老 嗯 然后进去之后也没干嘛 我就 因为情侣嘛 半年才见面 你一定会打炮的 之类的东西 那我男朋友就是 照样是做 但是他会觉得 我们出去逛个街啊之类的 我去逛个街 要不要一起来啊之类的 但我就很累 我就睡在里头 嗯 然后回来也没有什么 就是看起来很正常 然后到退房的时候 他在跟我说 那间旅馆里面有一大堆鬼 我都干 干 你怎么不讲 干你你啊 干他把你丢在这里睡觉 房间里有吗 我说坐在那个椅子上 我们在打炮 我们打炮他在看 干这超好笑的 他在电梯里面有一排 我说 臭你妈的逼 他自己出去逛街 然后不跟你讲 对 然后他就 就是很 他很想怂恿我去逛街 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累啊 心脏不很热 他说他不敢跟我讲 他觉得我会住不下去 他等到也是蛮贴心的 对也是蛮贴心的 你不能先讲啊 我说那是男的女的 他说女的 我说还是很干啊 所以很多人在看着你们 房间里面有一个 然后电梯里面就是 嗯 我不想详细问 但是很多个话 我还是不想详细问 电梯很小 好可怕 好可怕 大概这样子 我这个是有写成段子的 这个还蛮 对 哇 吓死我了 有去 有去 好 我们来下一抽 下一抽 阿海 阿海 哈啰 高雄的阿海 听得到吗 这里 他想说的话是 久安 赞啦 耶 好 好 阿海想问久安 2024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新的特别企划 或重新再访的嘉宾呢 干还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企划 就是像这是 我的新企划 今年新企划是 落选笑话周报 可是那也是因为 很临时的 遇到了狗屎携手这件事情 我才忽然间 灵机一动 觉得 那我把那些浪费掉的笑话 拿来讲好了 所以就是很激动性的 所以2024年 没有什么新企划 可能会造就 但是如果 有什么新的点子的话 像大可爱提的 那个提议就是 大家表演完之后 我去访问 我觉得这个搞不好 可以尝试看看 所以大家如果 表演完之后 希望我来 录个音的话 可以先跟我讲 那我们看怎么安排 然后重新再访的 嘉宾的话 通常都是别人来报名 大家有 如果明年有什么 宣传需求的话 可以再来报名 对 欢迎大家来报名 对啊 或是大家有什么 想要更新的状态 也可以来 就是再报名访问 自FB哦 下一抽 下一抽 来 素人 素人 好 来 素人想对久安说 我很享受 每次听到喜剧演员 分享的过程 你就像是树洞 让人忍不住 一直说 太赞了 嗯 真的是树洞的感觉 然后她想问的是 通常一集产书 需要花多少时间工作呢 哦 好 就是录音时间的话 就是录了多长 大概就多长 那后制的话 就是录音时间乘以二 哇 哇 那今天不得了 对对对 我分两个五拜剪 嘿嘿嘿嘿 真的 因为我每集都是狂剪啊 至少一百刀 所以 哇 耶 乘以二 我自己试过 真的没有办法再短 哇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一剪很流畅 对啊对啊 就是把所有卡掉 卡住 或者是断点 或是太长的停拍 或是罪字 全部都删掉 因为有些人剪会剪的 就是他想要 他也是剪掉空拍 可是他会剪的太快了 会太急或什么 因为你的完全不会 就剪到后来会发现 有一个最舒服的 呃 这个区间 我觉得是厉害的 这是厉害的 嗯嗯嗯 对 哇 做一百集还是有 有差哦 有差哦 对 大家继续努力剪吧 继续努力剪 来下一抽是Evis Evis 哦 要结婚的Evis 加油Evis 结婚赞哦 赞啊赞 好 想对我们说的话是 好 Evis想对 久安说 哇哇 我好像 我好像 旺旺 哇哇 嗯 总算可以听到 访问久安了 两年来的 Podcast演员 真的很了不起的 坚持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坚持 很佩服 你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之外 还能够把喜剧 弄出这么高的 巅峰 总是能够看到你说出 不敢得罪前辈的心理化 真心佩服 喜剧有你真好 耶 好的 谢谢Evis 好 结婚愉快 结婚愉快 结婚愉快哦 就那瞬间嘛 好 Alf想问久安说 嗯 为什么可以如此高效的 平衡生活与喜剧 因为我没有结婚 哈哈哈哈 人家结婚前戏 你在讲这个 因为我已经先想好 我大概可以牺牲什么的 就是恋爱啊 结婚家庭这种东西是 保证花时间的 结婚生子绝对花时间的 嗯 然后 呃 我我已经先想好说 啊 既然这些东西 我好像没有办法得到 宇宙不让我得到 我那么努力的告白 宇宙不让我得到 那我就表示我有 剩下的时间 我可以去做别的事 就是喜剧啦 对 我先想好自己可以牺牲的东西 嗯 所以你的爱人就是喜剧 呃 应该也不是这种状态 哈哈哈哈 我误解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之前听说一个说法 就是 你先列出人生中几大 前几个重要的东西 你可能列前五个 但是 你实际上能够 真的做得好的 只有前三个 哦 那后 就是后面几个 第四名 第五名是 你绝对会牺牲掉的 所以就先想好 自己要 呃 你的排序是什么 然后 想好自己可能会牺牲什么 就这么简单 嗯 哇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欸 这真的可以列出来 有成五个 对 嗯 通常只有前三个做得到 那欧爷儿 也跟我讨论过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你就列人生中前三 重要的东西 想做的事情 嗯 那大致上 你有的时间 其实也只够做这三件事了 哇 嗯 好难哦 因为人的一生很短 对啊对啊 对啊 像我的话 基本上就是 呃 工作 然后喜剧 然后再来我会选择 呃健康 啊 那 有注意到吗 没有爱情 真的耶 对啊 你如果把那种爱情啊 人际关系 放进去的话 前三个有一个必然 会减少他的时间资源 哇 我刚刚在脑海里浮现了 嗯 我好像也没有爱情 嘿 怎么这样呢 阿君 阿君还好吗 他不会听嘛 他不会听 耶 对啊 取舍 取舍 时间就是那么多 先取舍 嘿 好我们来下一题 好下一抽 下一抽 小太阳 小太阳 小太阳想说 辛苦你了 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着 谢谢 嗯 然后他想问的是 好 小太阳问 如果哪天离开舞台 最想做的是什么 猫咪咖啡店 哦 居然是咖啡店吗 应该说 我 我实在是很喜欢动物 嗯 我那时候看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没想过 有一天离开舞台 是 你现在问了之后 我的第一个 很即兴的 第一个念头 简单点子 是一定要跟猫有关 好想要要 好想要动物 猫咪咖啡店 然后我觉得猫咪咖啡店不错 但是 如果不一定要经营的话 也可以存养猫 就像说猫咪的流浪动物之家之类的东西 猫咪收笼站 哦 诶 很棒诶 嗯 嗯 猫咪园 对猫咪园 哈哈哈 猫咪救援 奶猫之家之类的东西 我喜欢动物 非常非常喜欢 嗯 那开个动物园 钱呢 钱呢 还是要实际一点 照顾小猫这样子 好可爱哦 对啊 照顾流浪动物 我觉得是舒服的事情 好棒 好 我们的下一抽 下一抽 凯文 凯文我记得也是落落的长啦 这里这里 哦这个 这个这个 OK 哇塞 太多了吧 对 高威 好来 凯文想对久安说 访问的过程越来越流畅 也越来越可以接住来宾的球 如果把这状态拉到台上 也可能对你的表演很有帮助 嗯 果然是看了长期表演的人 知道我缺什么东西 就是我猜台上真的缺自在 缺自在 缺自在 不容易 来 来 好 她的题目有十题 但是我觉得还蛮正当的 好 十题都问吗 嗯 有一些简单的我可以 好 像第一个嘛 第一题可以 OK好 其实是十题都可以来哦 OK好 那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好了 好 好 来第一题 嗯 对自己喜剧的未来展望 九十九集 练到九十九集 大家都会问这个东西 练得往上练的 我只想变强 对 OK好 第二题 有想要开专场吗 有啊 OK 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讲过 就是看完仁杰跟李安之后 我觉得开个人专场 讲自己的故事 对讲自己故事 是很棒的一个目标 嗯 好 第三 好像快问快答 好 第三题 对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写手演出肯定 是否更 会更想要经营或宣传自己 对 我有 有 老实说有 就是 当我出现了 要办个人专场这个念头的时候 就同时出现了 我好像真的要行销宣传 要真的这样做下去了 不然卖票的时候会很痛苦 嗯 对 就是 要逼自己做一些不舒服的事情啦 没错 不能再懒 对 不能再 不能再因为怕 怕事或难过什么的 该做就是做 还要冲一发 对 好 第四题 会不会害怕自己受到肯定越来越多 会朝着自己不喜欢的流量仔方向前进 如果真的遇到了 会不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嗯 朝着自己不喜欢的流量仔方向前进 嗯 这个我会想说 我能不能当一个自己喜欢的流量仔 那其实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日根写作 我日根写作 写字 嗯 以写字方面来做流量的话 这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事情 嗯 因为影音嘛 专影音我觉得实在是太没营养了 但是写作 然后写出 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可以 我认同这种宣传方式 那 用自己认同的方式来宣传 我可以接受 嗯 那就这样 嗯哼 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心情 心态去面对 就是 找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行销宣传 对我来说是如此 让自己舒服 对 自己舒服的方式宣传 好 好 第五题 询校堂之后还会继续运作吗 我认为是会啦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不运作的原因 我是觉得会啊 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每周还是一次 线上创作会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运作啊 嗯嗯 很棒耶 嘿 好 第六题 对于寻校堂的成员差距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 我跟OK 就是实力算高的 然后其他人相对慢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哦 每个人有自己的进步的速度 跟轨迹跟路线 你不能因为有些人跑得快 就认为其他人慢了 搞不好其他人快在别的地方啊 那像是比方说 泥丘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在单口 可能不好笑之类的 可是泥丘的音乐喜剧 爆干好笑 泥丘的即兴能力是叼打我 超他妈碾压我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只看单口 就觉得别人差距大的话 嗯 对我来讲是目光狭隘 嗯 也许别人 听见没Kevin 别人在喜剧 别种形态喜剧上面能力 拉起来的时候 他会带着新的技能点数 来让自己在单口上好笑 哦 每个人的技能点数的点不一样 对点不一样 点不一样 看东西不一样 对对对对 那你们组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team 我觉得就是很多元化啊 对啊 嗯 嗯 多元化的 多元化很棒我喜欢 OK好 来 第七题 好啊 分享一下你所知道的卡米蒂的转变 哦 就是以前就是一个小的场地 哦 我只经历过巴德路 所以 巴德路时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比较社团感 地下感比较重的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非常的文心 那也就是流浪动物之家 然后收留的都是一些奇怪的人 无家可归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温暖跟爱的人 可是这些人 想真的 嗯 拿那些得不到温暖跟爱的负面的经验 拿来做喜剧 都是超好笑 超棒的材料 嗯 那现在变得出名之后 就变得 Comedy Plus是一个亮丽的地方 像钢琴酒吧 商业化 有气质 以大陆人来讲就是有fire 有逼格 吸引过来的人就会觉得 哦 我们来这里 牛逼 那吸引过来的客群也会觉得 哦 我们应该来这里看一些牛逼 哦 有逼格 高大上的东西 这样子氛围就会让我觉得 以前那种流浪动物之家 收留一些很怪胎 各种方式都能搞笑的气氛 不在了 哦 这是我觉得市场做大 商业化变大的时候 可能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现象 嗯 那不只是喜剧啦 我从以前听乐团的时候 就看过这种转变 我从2010年的时候 很沉迷一个乐团叫血漏果汁机 嗯 他们呃那个时候的血漏果汁机 超好笑 超级好笑 嗯 超级那种街头八加九风格 他们会拿着那种 在夜市的木头板凳上去表演 然后那个也不是 他们只是要拿上台跨脚 超好笑 但是因为他们经营了十几年 现在开始偶像化经营 变着商业风格的时候 的确很帅 的确他们的迷地迷妹 从当时我在台下的时候 观众不到十个 他们在高雄表演的时候 台下只有两个观众 我在台下右下右跳 我觉得超幸福 这团好帅 那他们现在变得很红了 台下可能有一两千个观众的时候 商业化了 我跟一些老的观众都觉得 血漏果汁机 没有以前那么好听 但这就是商业化之后 必然的一个转变 没有以前很纯很狂 很疯的时候 我就听起来 商业化真的是要一个 是一个妥协 是一个妥协 因为从上一集到现在 对啊 听起来商业化是一种妥协 是啊 是一个妥协 是艺术家 对 他血漏一定要变得很精致 很帅 很偶像形态 他才能吸引到 这么多的小粉丝 年轻粉丝 可是对于老观众经历过 很 纯朴 很狂野 很不受流行 跟商业化规范的那些时期 最美妙的时期的人来说 那一种很古代春朴 疯狂的氛围 才是最美好的时代 嗯 对 所以我会 这对我来说是 卡米蒂的转变 以前 以前 我喜欢以前那个样子 欢迎来乐君廷 现在有唱 乐君廷现在有哦 有 好来 来 人来来去去的 有没有觉得留 谁消失了很可惜呢 哦 演员哦 对 演员来来去去的 我自己觉得人来来去去 这个有一部分是因为 大家的生活规划 人生规划 可能会让他暂时的 没有办法做喜剧 那有这样子 让我觉得消失了 很可惜的 有两个 一个是安迪 我介绍一下安迪是谁 哦 安迪我知道 对 他是 曼财 贺龙以前玩的曼财团 他叫做卓野先生 然后贺龙是装傻 安迪是吐槽 嗯 卓野先生超好看 超级好 我人生第一场 地狱梗之夜 是在卡米第八的路看的 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 卓野先生 他们演 霍金跟智障 什么鬼 那真的超好笑 然后贺龙演智障 然后安迪演霍金 就演残障 就残障 AKA 那超好笑的 他那个演残障的方式 极为透彻 是大雕把安迪抱上去 因为霍金不能折 他要第三个人帮忙 对 要第三个人帮忙 我觉得超好笑 而且那个段子 写得之好 太好看了 我看了这一档 我觉得我被折服 然后接下来 卓野先生办专场 我也去看 我就啊 干这好好笑 天哪 曼财真棒 那安迪现在好像是 去准备公务员了 所以他就是 没有讲 然后现在贺龙也因为 就是 夜夜秀 夜夜秀啊 进了煞太了 所以可能 没有 回来做曼财的 打算了吧 我猜 我猜 就是 人生进入了 不同规划的时候 卓野先生 不会出现 但我觉得好可惜哦 好可惜哦 卓野先生好好看 我好像没有经历到 好可惜 另外一个人则是 Hector 他是去 Hector 他去中国大陆工作了 他之前好像去阿里巴巴什么的 就做电商 然后 那个时候他 大概是找我 大概一年的前辈吧 跟阿顺同一起 同一个团 然后 Hector讲的东西 生活化的 工作化的段子 那个时候我觉得 精致 舒服 我觉得听了高兴 然后他 去大陆 当然是没有办法 在台湾再讲 可是他有一次 回来卡米蒂了 就是 带着他 半年在大陆 练了一百场的经验 回来 哇塞 超强 屌打 那天就是他表演最好 极致的好看 天哪 那场 听起来感觉可以 听你的表情 感觉可以办专场 真的可以办专场 那个 哇 就是很棒 就是会觉得脱口秀大会的风格 哇塞 表演能力能量 然后笑点 那个是 强到不行 对我来说 他在台湾消失的可惜 那他在 中国大陆有练到东西 我觉得很棒 那 希望 他偶尔能回来继续讲 哦 Hector 对 其实还是有这些 对我来说是前辈 他们两个对我来说是前辈 嗯 哇 哇 我都不认识 我认识安迪 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是A&F 哦 我记得 F哥 F哥 对我也有跟F哥合作 但F哥现在也不在 也不讲了 对 对 就还是有这些 很有才气的人 不讲 算是可惜啦 是啊 是啊 对啊 好 好 好 再来下一题 嗯 喜欢的台湾演员前三名 哦呦 嗯 他没有说喜剧演员 就是台湾演员 嗯 这么说来的话 我认为是 壮壮欧爷达康 达康 达康算是两人 但是对我来说 他们是三个领域的最强 壮壮是脱口秀最强 欧爷是即兴喜剧类的最强 达康曼财类最强 赞 嗯 然后他们三个都 个性都很好 我喜欢 嗯 认同 对 对 嗯 好 好 再来第十题 嗯 如何跟新人或是观众 介绍台北各大喜剧基地 哎 这个要怎么呢 从最老的开始 最老的开始 卡米蒂 现在卡米蒂 PLUS 算是 嗯 历史最久远的 然后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 对我来说 还是目前 比较多元化的东西 就是你会看到 主流一点的 跟 也有很狂野的 然后 其实也就这样子 我不会再说什么 很狂野的东西 我一直说 没有没有 有时候就是很主流 哈哈哈哈 气氛不错啦 相对便宜 然后 俗又大碗 我认为CP值很高的选择 你那可能 OpenMai花200块 可以看到 呃 什么都有 而且水准不会太差 的OpenMai 嗯 然后23的话 就是更主流 更高档一点点 因为他那边的OpenMai 要400块 才能看到 呃 好的 呃 明星化的东西 那你如果只花200块的话 还是会看到一些 比较素的东西 嗯 那但是23是 名气 知名度很高的 因为有 博恩在那里 就是作证 嗯 那那边的话 我会觉得 可能更适合 就是新手观众 因为那边的风气 我认为还是相对主流 然后你可能不会 一开始就看到一些 很辛辣的东西 哦 对 然后再来还有 San Cafe 是一个崭新的场地 嗯 那边 还蛮适合 新手演员过去 因为很温馨 那边很像 巴德路卡米蒂 嗯 就 你进去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期待 反而可以让你很放松的 去一个 很有居家感觉的环境 听一些笑话 那即使那些笑话 不怎么样 你也会很放松 因为 不太会期待 这是我觉得一个场地 就是有魔力 让人觉得这里温暖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心烦接受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月磅窝 可是月磅窝最近搬家了 所以有点不知道怎么评 我不知道新场地 会长什么样子 但是月磅我本来的风格 还是一个温馨的小场合 是是是 嗯哼 然后而且 更女性化一点 那边都是大部分演员 跟场地主是女孩子 所以对于女生是非常的友善 嗯 女生观点会多一点 嗯 台北 多介绍一个乐军亭好不好 乐军亭 好 在中立 中立 那桃园中立 那这边的话 我觉得又更像巴德路卡米帝的感觉 就是小场地 但是气氛真的是轻松放松 近来不会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这个不会有高的期待 才是让一个喜剧场地 做得好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核心 嗯 你只要进来发现是很靓丽的场地 那就完蛋了 对大家都累 演员累 观众也会累 嗯 嗯 对 而且入场费只要一百块 对入场费一百 而且她这里的梅子饮料很好喝 哈哈哈哈 我们再去添购 再去添购 再去添购 耶 好嘞 好 我们下一抽 下一抽 剩四个 哇哇哇 华旭 华旭 也来当过主持人的华旭 华旭 他想说 加油加油 耶 好 华旭有两个问题 嗯 第一题 对于台湾现场起剧演员的前十名排名 以及原因为何 哦 好难哦 因为我自己很难去排说谁厉害 我就十名一起讲出来好了 就十名就让我觉得是强的 然后当然壮壮欧也一定有嘛 嗯 这还需要原因吗 他们就强啊 嗯 嗯 然后再来我会觉得 呃 战利邦的话 大雕 龙居德 大可爱 马克吐斯 Q毛 嗯 五个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 全能 就是不管你台下是什么样子的观众 他们完全都能应付 嗯 完全的可以有长出源源不绝的招数来应付 嗯 而且不管是大舞台或小舞台 他们都做得到 嗯 嗯 这样子七个人了 然后再来我觉得 当然有博恩 因为他真的是精准型的一个很典范 嗯 嗯 然后再来我觉得也有微笑丹尼 丹尼也是超万能型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 真的 然后剩下两个我觉得很难 因为长出十一个我就一起讲 好 然后我觉得也有贺龙 嗯 贺龙那个 我觉得他也 招数够多 而且其实我觉得他 他脑子动得好快 脑子动得好快 真的 他表演很棒 表演拍 是我觉得他 其实我觉得贺龙比 我很厉害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哈哈 因为表演拍好 就是让你多一点招数可以用 嗯 然后贺龙的即兴又很有趣 所以我自己觉得 嗯 一个人的招数多不多 丰不丰富 会是我觉得他 强的一个关键 嗯 那我觉得贺龙的招数多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贺龙 一定 一定是前几强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黄义豪 啊 也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我对于黄义豪那个 强的观点是 我超喜欢他 你10月的时候 我跟黄义豪去花莲校巡 嗯 然后校巡的时候 是在一个大概400人的讲堂 舞台上 黄义豪表演的时候 我大概站在他的八点钟方向 嗯 就是左后方的位置 嗯 那我在那里看他表演 我还是被他的能量跟精准 跟动作扫射到 即使我站在后面哦 嗯 好强耶 好强耶 我其实脱口秀单口在撞撞 嗯 对就是 亦豪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脱口秀 嗯 就是 我没有办法比出名次来 但是他真的是 曾经吧 可能就看比较少的时候 嗯 他是我 就是第一名 那心中的第一名 嗯 就是他 他在讲评屌诗的那个 哦这个有够强 那个 那个是我 因为我很少看OpenMind 我就是很偶尔才会去巴德路那里 嗯 然后我就去那边看 然后 觉得 干好厉害 嗯 我说不出来哪厉害 但是他很深深的吸引我 就是 干这个评屌诗好屌 对 好屌 是那个动作表情 然后说书的故事 说书的方式什么的 就哇 就是真的很吸引人 嗯 对 那是极为精准的表演 那我可以追加一个吗 好啊 就是不是在里面 就是你觉得有潜力的呢 有潜力的哦 嗯 嗯 我不讲平背好 因为我觉得 很难评一个平背 我觉得很没有礼貌 哦 这样 有道理有道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觉得有潜力的 你可以解释一下 你的对于潜力的定义吗 比如说就是 他可能比较新 或是 目前还没什么人知道 但是你觉得 他是有潜力变成 呃 像刚才讲的 那十个 十个里面这种感觉 嗯 那那如果要变成那十个的话 大概要从我平背 或者我稍微 比我高一些的人来讲的 嗯 那我觉得 大概在我同辈 或者稍微 比我前辈一点人 没有弄上去 我觉得好可惜的是全乐 啊 对 全乐的风格很 他比较特别 对 他真的好有趣哦 可是 因为他近年全职做喜剧了 他 哈哈哈哈 对不起 什么意思 他 他 他以前还在兼职做喜剧的时候 他没有为五斗米折腰 他那时候段子是 极为狂野 极为异想天开 藐视众生 超好笑 但是我认为他全职做表演之后 他为五斗米折腰了 啊 那 这是我觉得可惜的地方 但是 我希望他可以恢复到以前 藐视众生 做 回去做 非常狂放的东西 嗯 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 那时候他极为善良 那个时候我觉得 当时他是我的 前十名 哦 我也觉得全乐有一些 这一 对 是 就是那种 怪怪的吗 怪的 真的怪 真的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怪怪的感觉 我好喜欢 对对对对 我 我会进入他的世界 嘿嘿嘿 会就呵呵呵呵呵 这种笑 嗯 不是那种哈哈哈哈这样笑 是 呵呵呵呵呵 这样 那如果 平辈的话 当然OK啊 干 OK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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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 也是外星人般的强 他很怪 对 怪透了 嗯 我喜欢这种怪咖 对对对 还有晚辈 没有 晚辈哦 晚辈的话 梅森 我 梅森跟 柴影狂龙 我喜欢神经病 你喜欢神经病 对 我喜欢神经病 这个 这个 口味太明显了啦 对不起 我喜欢神经病 嘿 被点名的 开心哦 耶 柴影狂龙 爱你哦 爱你哦 耶 哦 哇哇哇 剩三个 好感动 好感动哦 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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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雅写了一个 落落长的名字 来我们先来朗读 他的落落长的名字 OK 好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 辅沉喜剧单口设施 AKA 好好笑女孩之友 AKA 傲笑莲 南部支持 之部 哦 南交之部 AKA 单非解散 慢财团体 坐十六岁 吐槽担当 汉雅 汉雅 好的 简单来说就是汉雅啦 就汉雅啦 他想对我们说的话 汉雅想对 主要是说 继续壮大成为喜剧圈的 指挥 指标 哦对不起 你近视 对 继续壮大成为喜剧圈的 指标Podcast吧 耶 好 好的 问题 还有三题 我们第一题 一题一题问 第一题 地狱不积 架空 不积架空的风格题材之外 有没有想尝试的新方向 因为蛮想看到 有不同面向的久安 哦 今年我比较有试着 在做不同的东西 像是跟雪龙合作慢财 还有自己试着做两首音乐喜剧 哦 嗯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好容易卡关哦 我好容易写不出段子哦 那对我来说 出现这种状态 我就会觉得 那我去练一下新招 嗯 不过题材本身还是 内容本身还是地域跟不及格 还是色的 嗯 那如果想尝试新的方向的话 我觉得想要 加入 嗯 聊天 聊天感 像Q毛那样子 我觉得很酷 他就是聊天 讲故事 而且把故事讲得曲曲如深 讲的故事里面又有感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看他表演很舒服的地方 哦 也有一点点 对对对 这是 那个是我现在能力 很缺的东西 我超不聊天 所以最近 这半年 我有试着上台一分钟 我先不讲段子 我先乱聊 然后 有人反映说 我在乱聊的 那一两分钟 是他看过我表演 最自然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嗯 就最没有压力 对没有压力 不然平常我就是很硬的在念稿 其实像你在录Podcast的时候 也是很轻松 我的感觉像 你是很自在的 是聊天啊 对啊 没有写稿就 就 我有在想过 有没有办法把我Podcast的状态 拿在台上 也许可以想一下要怎么做 嗯 OK 好 第二题 嗯 喜剧 括号 讲笑话或做访谈 括号 喜剧对你人生 嗯 除了具体面EX收入有变多 以外 嗯 有没有例如心境上 产生什么影响 嗯 有点像大凯那个题目 就是 嗯 我有变得比较 喜欢人类 因为我发现 有一些观众喜欢我 所以我发现 并不是所有人类 都是很可怕的 这是心境上的影响 那再来就是 呃 因为做喜剧 要不停的增长自己的知识 跟技能 所以我大量的看书 那大量看书之后 对自己心境上 也会有进步 会知道自己遇到困难 或者是 平常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书的知识 来自己缓和 然后会让自己知道 把握时间 即使进步 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以前超级不会这样 超级不会这样想 以前就回家打电动 打六个小时就睡觉 以前就很废 但是现在知道 干 进步好重要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 哪一刻开始 就是有这个感觉 就是觉得进步好重要 就是从我开始发现 我已经 写段子会卡住了 写段子卡住 大概 大概第三档 寻校堂第三档演出那一档 我觉得是我写过最烂的一档 然后 那个时候发现 我把新手红利棋 就是前两档 新手第一档秀 你会把人生遇过最有趣的招力 写 大概消耗百分之八十 然后剩下百分之二十 你会在第二档用完 然后第三档就开始 拼你的真功夫啰 然后那一档发现 我写真的很烂的 真的好烂 真的写不出东西 我才发现 我应该更去积极的变强 在喜剧上变强 然后就开始 要怎么变强的就开始上课啊 开始读处自己写作跟看书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可以问大概是几岁吗 这是我自己好奇的 大概在讲喜剧一年半 三十七岁 我三十六岁开始讲喜剧 所以大概三十七岁的时候 开始有一个这样的念头 对就觉得 哇不进步的话 我现在写不出来 所以我才开始觉得 要进步 不管各方面都要 哇这个念头好重要 对啊对啊 就有点像是 今天我学到好多 有一个像什么 达克效应嘛 就是人在一开始新手的时候 你会在一个愚蠢高峰 愚蠢超 对 愚蠢的 对讲真的 我在想喜剧 前一年 真是愚蠢巅峰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屌 新手年来 都是很好笑的段子 当然我现在回去看 也觉得 干那时候好屌 那时候是 各种灵感 忽然间冒出来 然后一口气 就可以写出很好段子 现在做不到 然后但是 那些灵感消耗完之后 就进入了下跌 对 推往下 对 卸往下 然后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是 我 你有意识到 我一年半就意识到 我已经进入那个 往下掉了 我卡在那 进入那个 痛苦深渊吗 那叫什么 就是最凹的那个 古底 对对 什么痛苦 对 我记得应该是 是痛苦深渊 还是什么 古底之类的 对什么 绝望古底之类的 我非常幸运 我一年半就进入绝望古底了 嗯 然后从那时候我才开始 就积极的 我要往上爬 我要往上爬 在才是到 在才最后是圣人 对对 最后会进入一个 圣人还是很谦虚的模式 对 那在那个模式上面的 我觉得就是 达康啊 壮壮欧爷 他们才会那么强 又那么谦虚 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一个达克效应嘛 对对 就对我来讲 一直是一个提点 提醒自己的一个 因为 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 你一比较 或是什么的 就会有一种 哇我怎么会 怎么懒 对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 怎么懒 怎么懒 这样 然后就会一直想要进步 嗯 对 然后当然也是 可能因为 我自己的 读书过程啊 嗯 对会 念书过程啊 都是同学啊 都是那种 怪怪兽等级的 嗯 对 就不免说 会有一种 干同学都这样子 我怎么还这样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 干我以前自己好蠢哦 怎么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没有欸 然后我就会发现 厉害的人 除了厉害之外 本身就是天才 他们还很努力 对 这个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 然后反而是 不知 没有发现自己 其实没那么厉害的人 停住了 对啊 对啊 对 是我 那有些人还卡在 愚蠢高峰 就觉得自己很 对 我是觉得自己运气好 就是我天生很自卑 也不是天生 就是 可能是后天很自卑 30岁之后 自卑得不得了 所以我看到别人 都习惯看到他们 厉害的一面 强的一面 嗯 所以 呃 我不会停留在 愚蠢高峰太久 因为我自卑会棒我往下拉 嗯 那个自卑感很 很那个欸 我自己也会有种 嗯 但是相对的 我容易看到别人优点的时候 我就会去学别人优点 这很棒欸 嗯 嗯 嗯 这是一个 对于成长有 很有帮助的心态 好 好 希望你回答到汉牙 汉牙 来 第三题 嗯 有其他套 表演服装或鞋子吗 看腻了 哈哈哈哈 他讲的一定是那个固定的那套 蓝色碎花西装 哈哈哈哈 那个我超级常穿的 但是因为我最近瘦了7公斤 其实有穿一些新的衣服 哇 今年瘦7公斤 有穿一些新的衣服 我希望可以继续瘦下去 就会买这些衣服是 呃 以前跑去 临森北路的 酒家女衣服专卖店买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上台 你要穿好看一点的衣服 然后我买了一大堆 然后买了回家之后 那次我花5000块买了四件吧 哈哈哈哈 回到 回到家发现 欸 有几件 其实小腹还是蛮突出 我不太好意思穿 嗯 那最近可以穿了 最近有一件可以穿了 哦 我有看的 那件我有穿到 Give me five 然后 然后还有两件是 我觉得我还不行 我要把那个肚子 更消下去 我就可以穿了 就是 看我瘦到什么程度 我就可以继续穿这几件 期待期待 那么 再来 剩下来的人 我看一下 是不是剩三个啊 Q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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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毛想对久安说 感谢久安的耐心和毅力 完成史诗级的 台湾喜剧园物质 耶 你根本就是百科全书耶 百科全书耶 Q毛想要问久安 请至少说 三个难忘的专访经验 哦 好哦 有 他说太难访 太新山 有被撩吗 没有人敢撩我 他在说什么东西 你有被撩过吗 没有 当然没有啊 有啊 刚才觉得 什么 蔡英狂龙 蔡英狂龙 蔡英狂龙用问题撩我 干 有病 南访的话 讲真的 黄小胖那次是很难访的 因为 我觉得小胖他要维持一个人设 他平常对于他经营的客群的人设的形象 所以他是带着人设来节目上面讲话的 那那个就会其实很难防 因为是有人设 对他维持一个形象 哦 包吗 对 所以他会对于一些比较深刻 或者可能略为尖锐的话题 他会溜走 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好痛苦 哦 何必这样的姐姐 观众听得出来 那你们的访问跟访问中间有聊天 有八卦时间吗 没有 他还是在人设里面 他在人设里面 即使在休息也是人设 应该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在休息 我不知道是怎样 因为我很 我觉得很辛苦 我觉得很辛苦 因为最可怕的是 你带人设的话 观众是听得出来的 嗯 所以建议大家 录音的时候 不要人设 要不然你就从头人设到尾 对 从头人设到尾 对对对 然后三个嘛 他有三个难忘的专访 然后这一个了 还有一个是 残影狂龙那一集 因为我们是在 鹦鹉罗酒馆的舞台上面录的 我们录到一点多 鹦鹉罗说他们要收了 我记得你们有喝酒 喝藏藏冰茶 我们喝藏藏冰茶 那时候我已经醉了 上集的时候我就醉了 然后下集 哦好关了好吧 那我就器材包一包 然后拿到附近的捷运站 旁边的石头 我们继续录 我们在捷运站 录天录音 那个时候气氛超放松的 超好笑 然后佳恩也一起来 我们就三个 已经要醉不醉的人 然后一边吃薯条 在录天的录音 周围都是蚊子 其实气氛很好 那我觉得录音是个 好自由的事情 我觉得很好玩 嘿嘿嘿 然后还有 我需要想一下 然后还有谁是让我觉得 印象很深刻的呢 因为录音的当下 我都觉得很好玩 那反而是录音之后的事情 特别的话 我觉得是欧爷那一集 因为欧爷他 很爱讲话 就他录第一集 我还要先Cue他说 我们第一集一小时咯 然后第二集一小时 十点这里要收咯 他说好 我们就收了 然后录完之后 就是先去下面 那个地方是一个咖啡厅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们去咖啡厅喝个茶这样子 好我们就去喝咖啡 然后继续喝红茶之类的继续 他继续讲 你们也同时也在录音吗 没有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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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点 就是聊到两点半 录音录到十点 七点半到十点 有加持过一次 哇塞 然后再继续聊天 聊到两点半 好久 好久 你等于花了半天多的时间 半天多的时间再跟他聊天 一天只有24小时 花了好多个小时在他身上 刚刚聊天很有趣很有料 可是你会发现 他讲话是没有据点的 就我们讲话是可以感受到据点 然后这个话题结束了 但你觉得是据点的时候 才发现那对他来说是逗点 然后他会说 诶 然后这个啊 他就继续 练练不绝的讲下去 超级长 好有趣哦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 就是拿回卡米蒂跟别人讲 他们都说 其实一些比较老的人 然后塑修啊之类的大雕 讲给他们听 他们说 他们看到欧爷要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逃走 真的很久 超好笑耶 这个很难得的经验 这个经验好 这个很棒 好深刻的感觉 超深刻 超深刻 那你当下有觉得很累吗 还是你觉得 蛮有趣的 很有趣 但是也真的很累 又累又很有趣 又累又很有趣 哭笑不得 哭笑不得 好玩呢 然后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人 六块钱 好最后一题啊 六块钱 想对九安说 九安一直很棒 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就好 好 他想问的问题 精实啊 真的是 能否提供 遭遇毁谤 妨碍风化 以及妨碍家庭等官司时 基本应对 不然我每次都要特地思绪你 也不好意思 干脆录起来麻烦的时候 也比较方便 好 这个真的是 看到问题 我去查了一下法条 其实我实在是想说 就是 遇到法律问题 真的是预防胜于治疗 台湾要犯法 其实不是一件 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只要行为像个 正常有常识的人 其实你是不太会犯法的 那毁谤罪 毁谤罪 你要先确认自己当下 你进行毁谤罪的那一句话 或是那一些言行 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指名道姓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准 因为没有指名道姓 让人看不出你在讲谁 那其实一定不成立 就确认 先确认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确认 对方有没有证据呢 没有证据 你也不用管他 然后再来 妨碍风化 穿好衣服啦 他就是在 表演上都漏屌了 对都漏屌了 想一下 衣服是拿来穿的 遮机器没有那么难 不然就是挑场合 因为毕竟艺术家跟舞台 这些地方 裸露还蛮正常 演出是OK的 那干平常穿好衣服 有那么难吗 要妨碍风化真的很难 这个好好说 真的是 真的是 这种朋友在劝朋友说 你真是不会穿衣服吗 要不然你要漏机机的时候 确保这个 不是公开场合 周围没有太多人 除非在表演 除非在表演 对对对 先确认一下 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在拖 然后妨碍家庭 这个真的是 妨碍家庭 妨碍家庭 就是妨碍家庭的官司 我自觉的 现代人啊 你遇到的对象 你先确认一下 对方有没有结婚 如果对方隐瞒的话 干那是对方的错 你知道吗 他不应该隐瞒你 他已经结婚了 那要怎么证明 他对方隐瞒 其实 自己要怎么证明 对方隐瞒 对啊 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证明 但是可以证明说 不知情 不知情 我觉得 也许我觉得啦 虽然法律上来说 你只要通奸 就是 你只要跟 有婚姻的人 上床什么的 其实就是 妨碍配偶罪 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这种细节来说 你的行为是不是 不知情的 这些是可以斟酌的 让你在法庭上面 得到一些轻的 轻的审判 嗯 所以我觉得 在line上面 也许你可以问他说 结婚了吗 之类的东西 先问清楚 先问清楚 他说 没有我还单身 之类的东西 他就表示 他隐瞒你 有没有另一半呢 如果他说 我单身啊 那就表示 以你的角度 你是知道对方 你以为对方单身了 这样子以后 忽然间 被告 妨碍家庭的时候 你可以拿出 那个line图 说 我以为他单身 他跟我说 他单身 是是是 就这样子 你是被隐瞒的 嗯哼 嗯哼 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先确认 对方的身份 然后你自己 要保留一些证据 来对你有利 嗯 所以总结 三个问题就是 但是也许 他是故意去 泡一个有 有家庭的人 活该啦 哈哈哈哈 你只想讲活该 还是这个字而已吧 做事前先想一想 要犯法吗 对不对 会犯法吗 哈哈哈 预防生育治疗 犯法的事情 尽量避免去做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子 好 用大脑做事 好 感动感动 穿衣服 穿衣服 耶 赞赞赞 不只名道姓 穿衣服 跟先了解对方身份 简单的这样讲 哇塞 我们ending在这个 好棒哦 好特别的团结 好感人哦 耶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 本集得到一些知识 没错 真的是 好多知识 我还是录到一小时四十分钟 感动啊 这么久 一小时三十七分钟 哇塞 我要照惯例宣传这些东西吗 有没有什么要宣传的东西 大家 人造人喜剧万事物 人造人电子金牌久安的脸书 希望大家听了可以点一下废话 既然是我的听众 你一定有点这些事情 哈哈哈哈 那追踪一下凯婷喜剧 对凯婷喜剧 好 对哦 好像可以宣传乐军庭 对啊 对啊 桃园的乐军庭 嗯 在新平路五十六号 哈哈哈哈 我很不会宣传耶 新场地新场地 新场地 然后乐军庭周五都会有open mind 对 然后不限行事 嗯 不限行事 各种行事人都能来表演 这里气氛很棒 我们今天在这里录音 录超久 所以我也觉得很舒服 我们光这脚丫子在这个 升降桌子上录音 对 而且一个人有八分钟 对 可以讲很久 诶很棒可以测很准的东西 可以让你测久一点 因为很多人就是讲完之后 我没东西 我来试一下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反而是让我觉得 很好看的地方 那个很好 那个我来试一下就超好笑 对对 你前面好笑 对 前面东西很僵硬 后面那个 嗯 加了临场感 我临时想到一个东西 我来讲讲看 结果凑时间的东西都超有趣的 哈哈哈哈 真的 对 好看 那希望桃园跟中立的喜剧迷 可以来乐军庭 让这个场地 客人多一点 想讲的人也上来 对对 想讲的都来 支持新人 那如果大家听了这一集喜欢 请介绍给你一个喜欢喜剧的朋友 然后有兴趣的话 按个赞 然后分享之类的 耶 终于访问自己的结束了 访问自己感觉如何 我问最后一点 好好好 来凯婷的真心访问 来 终于访问完 就是大家这样访问完你之后 你有什么新的感想 我觉得还蛮快乐 原来平常被我访问是那么快乐的事情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我自己知道 人都会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欲望 讲述自己人生的欲望 所以其实我在设计仿纲的时候 我很针对这个欲望 来让他们讲自己经历过的有趣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成功的树洞 因为我从仿纲就开始 在挖了 在挖了 就是设计成一个 让你这个题材 你绝对可以讲出超有趣的点 就抱持这种想法 去设计仿纲 然后就自然形成一个树洞 然后让大家觉得 哇 心里平常有经历过的事情 跟情绪在这里看看而谈 很舒服 这是为什么我可以做成一个树洞 那今天大家37个回应 然后也全部的树洞 让我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跟想法看看而谈 我才发现 讲这故事好舒服喔 很舒服 很舒服欸 很舒压 我刚才看到的你 跟在访谈我们的你 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访谈的时候是怎样 更紧绷一点吗 会比较紧绷 然后比较 我要抓准时机 看下一题 对对对 有点像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我要抓时机 看下一题 然后我什么时候 可以再多问一点什么 少 然后什么时候该收了 之类的 对主持人在干这件事情 没有错 对但是 你今天的感觉 让我觉得很放松 史无前例的自然 超级自然欸 刚才流泪 然后现在 潰咖在 现在潰咖大笑 完全就是 我看到了 那个有十种风格 久安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原来访问是那么有趣的事情 被访问的感觉 被访问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压 好那 最后嘛 第100集 好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 要对观众说 就一句话 我好想要讲一个东西哦 好 我想要在两年内办个人专场 想要在两年内办个人专场 这是我接下来会努力的目标 好 希望如果就是 不管在宣传上跟段子上 都会尽量的完成我这一个目标 然后希望 如果观众有听到这里的话 希望大家到时候支持 那久安 我再不问 不问 多问一题 就是 有没有什么是 演员们没有问到的 但是你想要对 听众们讲的话 哦好 好哦 就是 自从我出现了 做纯个人专场 这个想法之后 我就在想 什么是我最想讲的东西 又跟我人生有关系的东西 那其实是我很想探讨 为什么我只讲 黄色笑话跟地狱梗 因为 这个有一点扣到 前面有人的问题 就汉雅问我说 地狱梗跟不积业的题材以外 有没有想尝试新的方向 老实说以题材而言 我觉得地狱梗跟不积业 是就是人生最核心的东西 就地狱梗对我来说是 它真正的核心的情绪 或者本能是死亡跟生存 然后黄色笑话的核心是爱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 我最有感触的人类情绪 然后除此以外的情绪 我是非常少的 就是爱跟死还有生存 是我最人生中最常面对的苦恼 跟痛苦跟快乐 那这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最喜欢讲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想要在往后 我个人专长的时候 很深入地讲 为什么我对于爱跟死跟生存 有那么深的感触 这是我自己专长会想讲的内容 我突然觉得就是 因为你的频道就是人造人喜剧万书 就是有种金属感 金属机械感 对然后加上你又是文本流 对 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种 刚刚听到这些的时候 是有一种 你其实内心是很软的一个人 你是个很有情绪的人 对只是你好像包装起来了 对然后我会很期待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专长上会看到完全不一样 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期待看到不一样的久安 大家票买起来 还没有开始 一切都只是想象 一切都是想象 还没有还没有 以后的事情未来啦 未来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支持 好 各位听到了 支持啦 一百集 一百集就这样 也希望大家支持本节目 谢谢 支持更好的地下喜剧 继续支持久安百科全书 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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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点赞 唱点赞 祝你 唱点赞